祖孫在摄影机前露出灿烂笑容 这开心的一瞬间就记录在这张照片中 平路县政府庆祝祖父母节 上午举行代代感恩心 祖孙雄麻吉活动 特别规划拍帖区 让阿公阿嬷与孙子留下珍贵合影 此外也提供舞台 让各乡镇勒林大学的阿公阿嬷 与幼儿园小朋友一起来尬采役 阿公阿嬷在舞台上展现超龄活力 赢得不少掌声 今天县长派孟安也特地到场 与掌辈同乐 特别请我们过去创造台湾经济历史 过去也为这个家庭写下 灿烂历史的阿公阿嬷 或是这些长者到县正舞台 做光芒表演 今天有非常多静态动态 包括有摄影比赛 甚至结合我们这个太平雄的打卡 现在大家都跟得上时代 这些打卡这些活动 在今天一系列的来庆祝我们祖父母节 台门安表示 长辈的健康是家庭支柱 更是国家社会的福气 因此县府广设长照中心 日拓中心及社区关怀据点 让长者在地老化 及享有愉快又尊严的晚年生活 都是县府责无庞贷的责任 而县府日前举办幸福游改 安居乐业 亲子心动时光相片真文活动 今天在庆祝祖父母节活动现场颁奖 传递幸福的能量 虽然今天是许多国中小学的返校日 但还是有不少祖孙党一起参加活动 场面温馨 我们是兰州那个热领学习中心的 今天就是要请我们来评论这边参加 那个子孙群的活动 很开心 今天要看阿嬷的表演觉得很开心 今天的活动更特别结合 县府展出各式装扮的乐活熊 只要祖孙完成冰国舞连线 并拍照上网打卡者 就赠送乐活熊系列礼品 今天县府庆祝祖父母节 希望透过祖孙世代之间的互动 增进祖孙情感 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 评论新闻张如云宇相词采访报道